大家好,我是金融漸远线 今天继续讲演出研究 讲09.2 就是吴州好安球纸的楼梯分布形 以及它的形态中式 简式 今次讲D档和F档 我们上一期就是 反向应 最后面 就是广道反向应用 这个建设链链 就是通过豪华的楼梯 和平方的楼梯 去推测到这种主次 或者主床的区别 今次我们讲D档 这个副档 它的位置形态造工 和一些艺术的简介 那档是D档 D档有主楼和副楼之分 那档是主楼和副楼 那先讲主楼 在主楼之前 我们先来估计一下 就是上一期讲到IBC的楼梯 它的特点 就是 它的楼梯间 它从上至下 是比较完整的 是可以 好像一直整的 从上可以走到最高 从下走到最高 为什么要讲这点呢 因为呢 它的D档是木档的 它的D档 它的主楼 这档是主楼 它的主楼梯和副楼梯 都是分成两段 我们看到这一段 就是它的主楼梯的外面一段 这一段就是副楼梯的外面一段 同时 饼梯的外面一段 还有一段 所以它是分成两段 所以它就是 它就是 和IBC相当的 与此同时 这一段 这一段 外副楼梯 它也是同时 作为 副楼 作为副楼的楼梯 做使用的 那这个外主楼梯 它的中式 就比较 有点广告 寶平栏冠冠 和强调那种 副楼梯 扶手是 雲林土的 交足扶手 通过这个二楼梯 一上 就入到 绿帝的室间 在这一上 就入到 这里 那里 就是它的 雷珠楼梯 我们看到 它是属于 开放式 即是 它和那边 门厅和雷隆 用来看 我们可以说 这个位置 但是它可以理解 成是门厅 这里是门厅 这里是门厅 那里可以理解 成是内浪 那里是内浪 那看到 它这个 内主楼梯间 和这边 它是密尔很明显的分隔 所以 用来看 它的装饰 就是幕扶手 铁栏杆 就比较广告 同时 它的方向 是历史针上楼梯的 历史针上楼梯的 彩光 彩光 首先它是通过 西边这三个窗 一二三 就是这三个窗 一二三 通过西边三个窗 引 将西边的光 引入到 垃圾间 同时 它因为它 是开放式的 它可以将 东边的室间 这个是东边室间 通过 东边的室间 六地窗 再通过这个 房间的门 引光到这个 楼梯间 这一堂 光沙过来 就直通这一边 这个门窗 和这个窗 是对着的 我这张图片 我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就是站在这个位置 这样照的 所以它是窗 门 然后 又窗 一条直线对着 所以它的采工 是比较好的 弓线比较好 我们看看这个楼梯间 或者窗 它的外观位置 就是它的外部表现 这三个窗 就是这三个窗 这一只位置 这只位置 就是它的内主楼梯间的位置 广告库楼梯 首先是外库楼梯 这一段是它的第一段 就是铁栏杆 通过这里 这样向右拐 就来到这里 这个港门 然后再通过这个通道 再向右 就震入内部 一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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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入到这里 这一帮墙 就是这一帮墙 那段就是它的内库楼梯 看到它的栏杆是铁栏杆 这样 上楼梯的方向是逆时针 这样上的 这样上来的 它采光 采光就是通过西边这个窗 这样将光引入来 同时 它刚刚的主楼梯 也有点相似 它同时可以通过东边 东边的洗手间 这个窗 就是这个窗 将东边外浪的光 通过这个房间的门 引入到这个楼梯间 那里要注意一下 我为什么 那里打一只夸行 是因为 那张图片 我本身应该 是站在二楼梯 因为这里是二楼 所以应该是二楼 但是我二楼 没有照到 我在三楼梯 所以 看到有点不疼 为什么不疼呢 这位置 就是 我们看到这里 是冲 那 它的位置实际上 应该对应 那张图片的位置 我们看到那里没有窗 窗在上高 那里的上高 它也没有窗 因为 那张图片是三楼 在三楼上高 所以就有点不疼 但是 尽管如此 那就 某影响我们对 这个彩光的分身 因为它三楼上面 这个室间 三楼这楼位置 它和这楼的形态 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看它这个 副楼梯间的窗 的外观位置 它就在这里位置 就是 就是这里 首先 它的西边 西边的窗 就是这个窗 所以这里就是它的内 副楼梯的楼梯间 那 这个外浪的窗 就是这个外浪的窗 就是这里位置 就是通过这里 引锅进去的 就这样过来 那 就是 古宫主楼 就是古宫富楼 富楼 它有两个楼梯 首先就是那只 那只是上二楼的 那 我们看到那只 它就是 铁栏杆 是吧 铁栏杆的窗式 上二楼 它有两个途径 除了你上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 外富楼梯 通过这里又可以上二楼的 那就是上三楼 上三楼 就是 就是这里位置 这里位置 通过这里 这里位置就是这里 那这里也就是这里 就是通过这个 附近峡窄的 是吧 美亚富楼梯 就上三楼 这里位置就是这里位置 那么就来到三楼的 北边的这个走路 那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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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那么就 隐瞒着我说 就是 我们想上三楼 我们 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这个楼梯 不是有其他途径的了 那么这个楼梯 你又是必须要先经主楼 你必须要先经主楼的这个外富楼梯 就是再上这个三楼梯 你每次上的楼梯都可以 你可以通过主楼的外主楼梯 通过主楼梯 入到室间 然后通过内路 再向左拐 左拐一一一左拐就到这里位置 那么这里一上 这里位置 又回到这里位置 所以你无论如何 你都要通过主楼 那么一来的话 就是说明 这里 富楼的三楼 实际上它是负属于 或者说归属于那边的主楼 就是你想上那里三楼 你就必须要通过那边的主楼 所以它的主楼和负楼 是不能够分开的 所以官方将这楼梯分开 大家就当它开玩笑 那么这个我只不过 通过楼梯这个特点去分析 它不能够分开 以后我就可以说其他的特点 所以它能够说明它两楼梯是不能够分开的 就叫做现在公道 所以我隐瞒住 我就试面看一下 说完D楼梯 就是说的副楼梯 F楼梯它的主楼梯 就有一段支 它没有内主楼梯 副楼梯它就有两段 副楼梯它就有两段 那这个 这个 主楼梯它的中式 和D楼梯有少少相同 都是通过这种副楼梯 和保命栏梯的中式 与此同时 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 它的F和它的中式 是最差的 所以它这个中式 是略适于D 就看到这里 它没有似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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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这一条 这条线条 没有拼拼过 就是很高的 由于D楼梯到外副楼梯 外副楼梯它就在西北边 那里就是 看到简单的天地冷冠 与此同时 我们也知道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 呃 这个楼梯间 内副楼梯间的这个位置 通过这个位置 通过这个门 通过这个门 就进到内副楼梯 一进来就是这样 那里就是第二段 看到它同样的 都是铁蓝棺 上楼梯的封面 就是厄势针 厄势针 厄势针 那里有一个细节 或者有一个特点 就是 副楼梯 BCDE 它是没有迪玥线的 那里刚刚 F和它 居然做了迪玥线 那里迪玥线上来 迪玥线的奔 是不是 不知为什么 比较特殊的 有 就比较奇怪 因为 F和它 中心是最差 最低等的 那它居然在 库梯那里 又做了迪玥线 比较有意思 采光 采光通过四个冲 首先就是 北边两个冲 这两个冲 这两个冲是北边的 这只冲 就是这只冲 这只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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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西边的两只冲 西边的冲 西边的冲 是各自一只 各自一只 两只冲 就是西边的冲 他也是通過東邊的室間的門 和樓梯頂上樓頂的門天衝 將光鎮進入樓梯間 小潔一下 DF兩檔的主庫樓梯 他也是分成內外兩段 和IPC是明顯不同的 IPC是一段子的 主庫樓梯豁和庫樓梯平衡 這一點和IPC是一樣的 證明這個設計連同一致 今期就說完了 下一期就說這檔 多謝大家收看,拜拜